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楼就要花很多钱 有的环境不许可 只有买比较小的建设公司 因应受费的生活形态 表面三房一厅 四房一厅 事实上只是以前的两房一厅的空间 所以造成卧室 书房的空间都缩小了 那个后果会影响到下一代的生活品质 和他的智慧 所以我常常告诉建筑师 装房设计师 你要来学习风水学 研究风水对人的生活环境的重要性 你才能造福居住者 你才能行功利得 否则的话 凭着你的想象空间 那真是损了你的主德 尤其建设公司是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很多建设公司 因为做到最后来 倒闭了 在务连连 那都是由英国所引起的 所以我一直建议 我们居住的时候 对于风水学的奥秘 你要去研究 不符合风水学法则的 你就不要去买 去买了 你居住进去 不平安 那个省吃减用 贷款 结果制造了 住了一户不平安的房子 那还 划不来呢 所以 我一直呼吁 建设公司 建筑师 壮房设计师 你们一定要 设计符合风水的 房子 给人家住 你才有功德 否则 你短暂让你 赚了一些钱 很快 会在别的地方 赔下去了 因为 就有因果的关系啊 尤其 孩子的 他的卧室书房 我们有这个规则 原则 请各位注意 孩子书中 不可 背靠 厕所 或是浴室 这是我们身为家长的 我们要有这个知识 你要 让孩子 做一个比较平稳 读书 读得好的 空间 你一定要去注意 即使建筑师 他设计一间 一间空空荡荡的 其他排错 是你的事 但是呢 我们所有的 建筑公司 设计师 你若是 能够一间房子 你把 这个 适当 的 风水学 空间 把它 画好的话 那 居住者 就平安 你的功德 就 无量了 你 对 对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